这个说评书 说您是干什么呢 我说评书演员这样说是简称 应该说是说评书的 首先说你说演评 说演书 你说书了你才能评 说书你不评不能叫评书 评的当中呢 评什么 评人情 评道理 一个人呢 首先说都缺都行 缺房子我想办法 我是租房 我买房 是吧 缺钱的话我吃苦耐了 我小孩挣去 就一点东西不能缺 不能缺德 做义的得有义德 经商得有商德 什么叫商德 伪劣产品 卖假货 受人利己 进去以后 过去就买买股的叫财人爷 现在叫上帝 跟人填脸 爱看得多让乱去不行 干哪行业处里有得 行医的得有医德 过去这早咱们没有西医啊 中国过去都知道 外科的华佗那科孙氏鸟 那新医者 这些个大夫 不但小治病 还得小处人 自己怎么做人 咱这么说个例子吧 有的时候熬完那汤药啊 把这药渣子到大街上去了 一般老太太们有的时候都这样 为什么呢 说这个药渣叫别人采 采完之后的病他就带走了 不是那么回事儿 过去那大夫到家 给你治病去 淋完了 告诉你的药怎么熬 喝完药那药渣子 倒在你门口 转天一早晨 那大夫 拿这个棍倒上去看看 看完他这药熬的 成分如何 会多好吃 怎么给他治这病 那时候大夫的业果也不忙 业果忙了还看不过来了 还有 这个心意的 有忌讳 忌讳什么呢 虽然说是望闻问怯 好人家卖手 不许桌牙花子 不许摇头 拿手一摸 拿手一摸 这我要完了 那时候讲究这样 看病的你 你说他拦你 这三个手指的隔里寸冠尺上左右六脉 最后他问 他怎么问呢 胃口疼吧 心口症 吃东不香 大便不正常 对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时候睡不着 急躁 对 就凭这三个手指头 回头开了药以后 回去抓一副药吃完之后 明天再来 这叫问问路 就这样呢 还得没把握了 还得问路 你到那儿 我怎么怎么不好 你怎么不好 你哪儿不舒服 再跟头 哎 有这么一位 在天天外的 有这么一位 谢谢 这位在哪儿住啊 那个我不知道 五毛千八号 把手搁这儿的 带我一摸他一手 你那手 咳嗽吗 不咳嗽 吃东西香吗 早起吃撒了麦 大便呢 一舔一次 睡觉 火龙挠的 斩针就着 你 你哪儿不好 狡气 废话 狡气不上麦呢 这村村小窝来个这儿 有的那时候 都是坐堂先生 某某药铺的 北京的佟人堂 佟人堂的赵先生 达人堂的李先生 都是这个 也有的大夫在家里边 给人看病 说请到自个儿家 就给病人看病 这就出诊 那个钱可多 比如说到门诊看去 花五毛钱 请了家去最少三块 两块 当时大夫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想医德了 这个大夫到这家 一看这个家里太穷了 为什么请家去 出不去了 这病人够呛 也有的 如果家里很有钱 家里是妇女不愿出去 也有的是病情严重 请家去 这种家里人 穷的一半 给你开的这药 想办法治病 还得省钱 最后连末里都不要 有钱那种 给你开完那药之后 他应该给你三副药好的 叫你吃师傅 但是对你没损失 为什么呢 赚他的钱 穷汉吃药富汉 关钱 这叫医德 不管你多穷 来这你带多少钱 那不行 这家里行这先生行 这先生一下车进那院 先看看那房子 一看大寺盒 还有跨院 就这大财富 进那屋里 看看屋里的摆是 帐八的条件 硬木的八仙 太师以讲究屋里摆着 骨丸 玉器 就只有钱那种 再看看这病人的屋里头 冒筒上啊 叶缝盘上啊 桌上有没有药花 药花多少 就知道你吃多少药物 闻闻这屋里有没有汤药味 闻有药味就知道你刚吃完药 再看看这个病人 这头不多长的 这胡子流的长不长 再看看气色 一看头老长的了 起码的病人一个多月 他们一推头了 刚推的头 抱歉 这人病人又不多 再看看床底有鞋没有 床底下有鞋 不要紧 他能下地 床底没鞋 着炕下来了 随后再耗麦 一摸他的麦啊 完了 上了六绝麦 没治 中医讲究这麦 一到六绝麦 巧桌 付费 乌露 鱼祥 虾游 这都是六绝麦 一摸的麦 乱套 一摸的麦 就跟那个游丝似的 不好办 没治 这病人哪 就怕说死 特别严重 这病人就怕说好不了 哎呀 您干我这病 行吗 要紧吗 不要紧 放心吧 我敢说这句话 三副药我叫你做起来 那可就好 别着急了 别着急了 我开个番 先生到那边开番 开完那番之后 后边有一句话 桌量复之 等家属送那先生到门口说 先生您看他这病 行了 赶紧预备 别耽误了 文文当当出去了 余生那个棱子 好 那就热闹了 拿手一摸的麦 先生 您看我这病 要紧 要紧吗 这人都这样了 你们还不遇了 怎么办 足了 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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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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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